设想一下这样一种电池 它的使用期限极其漫长 不仅远远超出你的生命 甚至你的子孙后代 直至曾曾孙辈 都可能无法见证其寿命的终结 这并非短短数年 而是长达数千年的时间跨度 然而你手中的智能手机 却常常在晚餐之前就耗尽电量 令人惊讶的是 科研人员已经找到了 能够维持能源供应 长达28年的关键技术 他们的目标是在2026年之前 将这些产品送到您手中 什么是合钻石电池 这个想法初听起来像是科学幻想 但其背后的物理学原理 却出乎意料的简单 方法是选取碳负14 一种自然存在于大气中的放射性同位素 然后将其密封在人造钻石的内部 这便是合钻石电池的核心理念 其具体的运行方式如下 碳负14原子会经历非衰变 缓慢地释放出电子 最终变成弹负14 这个过程以稳定且可预测的方式持续进行 时间可长达数千年 钻石外壳承担着双重作用 既能安全的封闭辐射 又能将这些非粒子转化为电能 其原理类似于太阳能电池板 将光能转化为电能 然而它的功率密度非常低 远不如传统电池 我们所讨论的仅仅是微瓦级别 与手机所需的瓦特级别相差甚远 但关键在于它永远不需要充电 碳负14的半衰期长达5300多年 这意味着在接近6000年后 电池仍能保持一半的容量 所使用的合成钻石并非珠宝中那些闪耀的宝石 而是工业级钻石 通过化学气象沉积法在实验室中培育而成 它的硬度极高 几乎坚不可摧 并且对于释放出的非粒子是透明的 这种透明性至关重要 因为它使得粒子能够与钻石结构相互作用 产生电子空穴 对从而形成电流 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微型的核反应堆 包裹在科学界已知的最坚硬的天然材料之中 碳-14这种放射性物质与防护外壳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 不存在泄漏的风险 因为物质根本无处可泄 一段漫长的历程 从实验室构想到实际应用 利用放射性衰变发电的想法并非最近才出现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这个概念 早期的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生器 曾利用F238为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等宇宙飞船提供动力 这些探测器自1977年发射以来至今仍在运行 但当时的系统体积庞大 成本高昂 远非可以随身携带的物品 具体来说 钻石电池的概念起源于布里斯托大学在2010年代初的研究 当时研究人员正在处理旧核反应堆中石墨块产生的核废料 这些石墨块在运行期间吸收了大量的碳-14 处理这些吸收了大量碳-14的块状物 其处置过程既花费不菲又复杂 有人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将废料转化为有用的资源呢 该团队发现通过处理石墨块将碳-14转化为金刚石形态 可以制造出既安全又持久耐用的电池 金刚石的结构是关键所在 它既能容纳低能量的非辐射 同时又能将其转化为电能 在整个2010年代 这项技术一直停留在理论层面 因为其功率输出过低 难以实际应用 而且制造工艺的成本也高得令人难以接受 要合成出具有正确同位素组成和结构的钻石 需要非常精确的控制 这在规模化生产中很难实现 突破性的进展出现在 研究人员意识到并不需要纯净的碳-14 整个钻石内部只需要在非放射性钻石层之间 加入层碳-14薄膜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同时还能大幅减少放射性材料的使用量 这种多层结构显著降低了成本 简化了制造流程 并保持了相近的功率输出 到了2020年全球多个研究团队 已经成功验证了工作原型商业化的竞争 由此展开 2024至2025年的关键突破 过去两年中 两项重大的技术飞跃 使得核能钻石电池从实验室里的奇特事物 转变为潜在的商业产品 首项突破在于制造效率 一些企业开发出了新型的生长技术 使得钻石层可以做得更薄更均匀 我们所说的厚度仅为几微米 并且碳-14的浓度可以被精确控制 这种精确度至关重要 因为如果碳-14浓度过高 某个区域的辐射就会被自身吸收 无法产生电能 而如果浓度过低 则功率输出会不足 要达到最佳平衡点 需要极高的制造精度 这在以前的经济条件下 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直到最近 原本为量子计算开发的 先进化学器相沉机系统 被重新应用于钻石电池的生产 第二项突破在于功率输出 早期的原型机每克 仅能产生几微幅的电能 而最新的设计 已经提升至每克15到20微幅 部分实验版本 甚至突破了更高的水平 这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却足以无限期的驱动 各种低功耗的电子设备 安全认证体系也已逐步完善 欧洲和亚洲的监管机构 均已建立起处理和运输 这些电池的框架 辐射水平确实非常低 碳-14释放的非粒子 甚至无法穿透人体皮肤 而钻石外壳 则提供了多重防护层 测试表明 即使使用锤子砸碎钻石电池 其辐射暴露量 也低于使用一根香蕉 所受到的辐射 自2022年以来 制造成本已下降了大约80% 单价从数万美元降至数百美元 预测显示 随着规模化生产的推进 价格还将持续走低 企业同时也在功课连接难题 如何高效地提取 微型钻石电池的电能 比想象中更具挑战性 但新型的金属化技术 已经实现了可靠的电器接触 且性能在数十年内不会衰减 究竟谁在生产这些电池 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 正引领着商业化进程 布里斯托大学的衍生公司 与英国原子能管理局合作 始终处于技术前沿 他们开发出了 从核废料中提取碳负14 并将其转化为电池级材料的工艺 加州NDB公司宣布计划 于2024年实现商业化生产 并声称 其电池的续航时间 可达28个奥斯汀年 具体时长取决于配置 初期将主要聚焦于 特殊的应用场景 如深海传感器和太空应用 因为在这些领域 更换电池的成本 非常高昂或存在危险 亚洲的多所研究机构 也加入了这场研发竞赛 中国贝塔福特公司 已经展示了原型电池 俄罗斯的研究团队 也发表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但其商业化计划尚不明确 传统核能企业的参与 为这项技术赋予了合法性 这些机构在处理放射性物质 和应对监管框架方面 拥有专业的经验 而初创企业往往缺乏这些能力 他们还具备建造 专业化制造设施的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钻石制造商 已经进军该领域 这些企业此前专注于生产 用于工业切割工具 或半导体应用的工业钻石 如今正转向能源存储领域 他们已经拥有 合成钻石的培育设备和专业技术 添加放射性同位素 实际上是其技术能力的自然延伸 供应链正逐步成型 但碳幅14的生产是当前的瓶颈 虽然可以从核废料中提取部分原料 但大多数仍需要在核反应堆中专门制造 为此多家设施正进行升级或新建 以满足预期的需求 这些电池实际能驱动什么 我们首先要明确其局限性 在短期内 你无法用钻石电池给智能手机充电 因为其功率输出 对于高耗能设备来说过于微弱 但在更注重持久性 而非峰值功率的应用场景中 这类电池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医疗植入物是显而易见的首批目标 当前的心脏起搏器 使用寿命为7到10年之后 需要通过手术更换 而钻石电池有望伴随患者终生 神经刺激器 药物泵和生物传感器等植入设备同样适用 由此节省的成本 以及降低的手术风险都具有重大意义 远程传感器是另一个完美的适用领域 试想一下 在北极的环境监测站 深海探测器 或野生动物追踪装置中 再也无需更换电池 目前维护这些传感器 需要耗费数百万美元 用于直升机飞行 船舶部署 以及技术人员的工时 50年的电池寿命 将彻底改变其经济效益 太空应用的前景尤为广阔 每将一克货物送入轨道 成本高达数千美元 能够提供数十年可靠供电 且无需更换的电池 具有巨大的价值 小型卫星 火星车和升空探测器 都将从中受益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等航天机构 正密切关注着进展 消费电子领域 最终也将迎来变革 但应用场景可能超乎预期 试想一下 需要长期维持微量供电的设备 例如监测温度 湿度或空气质量的 智能家居传感器 可以无限期运行 应急信标 智能门锁和RFID标签 也具备潜力 军事领域的需求尤为迫切 士兵携带的重型电池组 需要频繁充电或更换 虽然钻石电池 无法替代高功率系统 但它们可以为辅助设备供电 例如追踪器 待机状态的通讯设备 或嵌入设备 与基础设施的传感器 2026年展望 为何锁定2026年 这个时间节点 反映了量产规模化 以及完成监管审批的实际进度 技术已经得到验证 现阶段的关键在于 制造产能和突破官僚障碍 预计在2025年全年初期 将针对特定应用领域 进行小批量生产 首批客户可能包括 航天机构、军事组织 以及医疗设备企业 这些客户愿意为 可靠性支付更高的价格 早期的采用者将 协助制造商优化生产流程 并收集实际应用数据 多国的监管审批程序 已经陆续启动 国际原子能机构 已经发布了关于 钻石电池安全和运输的指南 各国正将这些指南 转化为具体的法规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 正在审核相关的申请 欧洲和亚洲的同类机构 也在同步推进 到2026年底 首批商用产品预计将上市 但不要期望在 本地电子商店购买到它们 初期这些产品将通过 专业的渠道 分销给具备放射性 物质处理资质的行业 即便这类电池的安全性极高 初期定价仍将相当高昂 单价可能达到500至1000美元 取决于规格 但随着规模化生产的进行 成本应该会快速下降 预计到2028年 基础款的价格 有望降至100美元以下 使其在众多应用场景中 具备竞争力 若考虑到其数十年的使用寿命 这个价格将变得很有吸引力 最大的不确定性 在于公众的认知 如果媒体报道聚焦于核电池 而缺乏背景说明 公众的恐慌 可能会延缓其普及进程 无论实际安全性如何 企业正大力投入教育宣传 以消除公众的疑虑 核心问题 安全与辐射担忧 让我们直接面对核心问题 任何带有核子样的产品 都会引发担忧 但这类电池的辐射量 确实非常微小 原因如下 这绝非营销噱头 碳负14释放的非粒子 本质上是高速运动的电子 其穿透力极弱 无法穿透钻石外壳 也无法穿透人体皮肤 甚至可以被一张纸阻挡 钻石封装技术 提供了多重冗余防护 以下是一些辐射量对比的例子 与他人同睡8小时所受的辐射量 远高于将钻石电池 放入口袋携带一年所受的辐射量 香蕉因天然甲负40含量 而释放的辐射量更大 一次跨国飞行的辐射量 就超过使用钻石电池设备 一生所受的辐射量 半摔期问题同样有利于安全性 碳负14的半摔期长达5730年 这意味着其衰变极其缓慢 这转化为极低的放射性 衰变速率快的同位素危险性较高 因为它们会快速释放大量辐射 而衰变缓慢则意味着 任何时刻的辐射量都微乎其微 其封装设计本身就是万无一失的 放射性物质被彻底困在 钻石本身的晶体结构中 即便电池被研磨成粉末 也绝无破裂泄露的可能 碳负14残余物始终锁定在 微小的钻石颗粒中 其颗粒过于微小 不会造成任何吸入风险 辐射仍然无法溢出 独立的测试已经验证了这些安全声明 电池经受了压碎 加热 净水 以及其他硬力测试 在所有情况下 辐射水平均低于环境背景辐射 为何这既改变一切又未改变什么 仅从环境影响来看 这项技术就足以带来变革 每年有数十亿块电池被填埋 有毒物质持续渗入土壤和水源 如果某个设备仅需一枚电池 就能维持50年的运行 而不是在同样的周期内 消耗数百枚电池 那将大幅减少废弃物 远程基础设施的监测 首次具备了经济可行性 可以将传感器嵌入桥梁 管道和建筑物中 持续监测结构健康状况 数十年无需维护 早期故障的预警 可以避免灾难性的崩溃 挽救生命 发展中国家也将从中获益匪浅 在缺乏稳定电网的地区 可以部署传感器通信设备和医疗器械 而无需依赖充电基础设施 非洲乡村的诊所将拥有能够永续运行的医疗设备 不再受供电状况的制约 但我们也要对过度的炒作保持警惕 锂离子电池不会消失 你的笔记本电脑 手机和电动汽车需要高功率输出 而钻石电池根本无法提供 它们的能量密度要低几个数量级 这些技术服务于不同的领域 其影响将更显微妙而非革命性 那些鲜少被关注的设备 将悄然摆脱电池更换的需求 无形的基建将变得更可靠 曾不可行的应用场景将变为现实 但你仍然需要每晚给手机充电 成本考量同样限制了其普及 即使单价降至100美元 多数大众应用仍然难以承受 毕竟一次性碱性电池仅售亿美元 只有当更换成本非常高昂 或需要极端长的寿命时 其经济性才能体现出来 这项技术还存在无法消除的物理限制 功率输出本质上受碳负14衰变速率的制约 虽然可以通过增大电池体积 来获得更高的总功率 但功率密度仍将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某些应用始终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 但见证新型储能技术的诞生实属罕见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再难有机会目睹 真正创新的电池技术 从实验室的奇特设想 转变为商业产品 首批由数千年前启动 并将延续数千年未来的 衰变能量驱动的设备即将问世 无论2026年你的智能手机在做什么 在某个你看不到的地方 一颗微型钻石正悄然利用 核物理的基本作用力发电 当周遭万物最终化为尘土时 它仍将持续履行着这项使命 在尘土时之下 就颁大地图即将币服务 在额子上